剛剛的部分 我這邊有截圖 其實可能你們自己再慢慢體會一下 因為這個Json格式 說真的 如果你直接看 它網頁上面的這個 看得很亂 所以我的習慣是 看到這個 我就不花時間看 我直接Ctrl-A Ctrl-C 然後直接貼到JsonEdit 貼過來把它改成樹狀 為什麼 因為這個樹狀好處就是說 我只要能夠找到它裡面的Key 我的Key在這裡 Key在哪裡?Key在Recourse 我知道它裡面有78個Item 這個78個Item裡面也是一個個字典 為什麼? 因為這個不大瓜糊的 那我就把這個78個字典 通通抓回來之後 那我就取得 因為字典有Key跟Value 我不要Key 因為Key我就當然會名稱 我就直接抓它的Value OK 所以應該知道這個邏輯 所以我知道它的 它是在這一個Json裡面的 叫Recourse的Key 所以第一個 我就直接把這個Recourse複製 直接貼到那個DICT1的這個GET 有沒有?這個GET後面直接就貼上 這個Recourse實際上就是我直接從 JsonEdit這邊抓到這個名稱 它就會抓到78個裡面 裡面發展開之後 它實際上就78個字典 那我要字典裡面的後面部分就是Values 前面不一樣 OK 所以我就怎麼樣 所以第二步的話 就是在利用取得了這個78個跑個回圈 取得它裡面的Values 所以關鍵就是這個Values 然後再轉成標準的串列 輸出 那結果就看到 OK 沒問題 那接下來的話呢 這個串列有了 再來變Excel就簡單了 Excel的不錯 其實上面這三行 我按到 那我是直接從那個 我這邊好貼喔 在29頁這邊 這三行應該很熟悉吧 Key 就是建工作部務建 再建工作表務建 我直接貼到上面好了 貼到第二行 好 這三行 有沒有 工作部務建 然後工作表務建 那尾巴的話Safe 尾巴的話再貼一個什麼 貼這個尾巴這一行 Safe什麼名稱 那我乾脆也是放到1點好了 E貓斜線 兩個斜線 OK 然後這樣PM25底線Excel 這個 那接下來的話 我就把什麼 把這個 這個什麼 List2直接放在 所以 再來就是 Shift這個物件有沒有 工作表物件 它後面有一個方法 叫Append 這邊出現 Append 然後直接就把List2 直接就塞進去 這邊有沒有 有沒有 就是把這個串列呢 直接透過這個 工作表物件的 Append方法 這樣的話 一筆一筆 所以總共78筆 就寫到工作表物件 最後幫我存在這個檔案裡面 應該就完成 應該就完成 所以存檔試試看 直信 有沒有錯訊息 沒有錯訊息 那 最後的話 來看一下1疊 有沒有這個什麼PM25 底線Excel 沒有 打開看看 看到結果是我們要的 沒錯 有沒有 所以這邊是不是其實把Ctrl向下 沒錯 但是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 好像沒有欄位名稱 有沒有 第一筆 變成直接的資料 所以這裡的話 應該要再插入一個 插入一個欄位名稱 那欄位名稱的話就是Kiss 所以喔 理論上應該是Append之前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 乾脆就這樣 直接在這個4迴圈的最上面有沒有 Shift and Append 乾脆你就直接在這邊 再加一個 那個串列 什麼串列 其實這個串列的話呢 其實就是 但是 Append的話應該是 啊這個 所以我可以拿這個有沒有 這個是點Value對不對 那我可以什麼append 那我這邊加一個0好了 然後後面的話不要用Value 用什麼 用點Kiss 小瓜糊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你這邊是用0 而不是用1 或者用2 跟各位想喔 因為所有的Kiss 都一樣 有沒有 這個裡面啊 你會發現那個Kiss 它每個Kiss 前面都是Site Counting PM5 有沒有 它測 它的Unit 下一個都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 你用0 用1 用2 其實每個都一樣 用哪個都可以 那這樣的話就會多一個藍位名稱 這樣應該比較更完整 有沒有 所以 我多加這一行 就是Sheets.append 再FOR迴圈前面 加一個藍位名稱好了 這樣應該更完整 我來試一下 把這個先關掉 讓它重跑一下 重新跑一下 這個我就不純了 這個 剛剛的我把它關掉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 所以多這一行 Sheets.append 然後加一個Key 還有一個地方 沒做 轉新 因為如果沒有轉成 標準的創列 直接塞進去 會出錯 所以記得這個外面 這個List一定要 如果沒有 會發生錯誤 OK 好 我直接看看好了 沒錯訊息 然後再打開一下 看一下 所以剛剛掃藍位名稱 那現在有沒有 有了 有沒有 多這一列 就是Key 而且我用0 你用1也可以 其實這五個藍位名稱 應該都一樣 那底下就是它的資料 OK 所以呢 我大概把剛剛的重點 再講一下 我要把這個結果 寫到Excel的話 其實我只有增加這三行 跟底下這一行 有沒有 頭尾都一樣 那中間的話加一個append 那因為沒有藍位名稱 所以我補這個 就是在Fall回圈的上面 多增加一個 藍位名稱append 然後這裡的話 然後這裡的話我是取0 當然你取1 取2都可以 點Key 外面再用List 把它轉型一下 OK 這樣就完美了 所以這個1 這個2 這3 這4 是4步驟 應該可以看懂這意思啦 好 那目前的話我們就有一個 Excel檔了 OK 那下一步的話 我們要來畫圖 畫什麼圖 畫一個直條圖好了 直條圖怎麼畫 其實直條圖也是需要兩個串列 一個串列 一個串列的話就是 你 所以哪兩個串列 應該是一個是PM2.5 一個是哪個側站吧 畫圖 有點像這樣 乾脆這一個把A跟PM2 所以如果你要畫 假設在Excel裡面怎麼畫 把A選起來 A的話是A1 Ctrl-Shift向下 然後再去選C 你不能直接選B 那畫一個你要按Ctrl鍵 Ctrl鍵再點一下C1 然後再Ctrl-Shift向下 也就是選A1到底 C1到底 然後再插入什麼 插入一個 我們要的是直條圖 一般直條圖就可以了 看一下 為什麼出來 這邊這樣 基隆 在底下 數字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著 把這個存檔 待會我們來看 如何繪製直條圖